歡迎收看AMEC澳洲留學網路電台 您的第一首Visa新聞平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Carl 今天我想花點時間 一直沒有把這東西講的做個簡介 當然前面有非常多的視頻介紹 我想花點時間把澳洲的投資移民各種不同的類別 在這一次這一集的video裡面 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那也透過直接進入到移民局的網站 一一的跟大家的介紹 簡單來說呢 投資移民的起步呢 我們要先了解 其實它在英文的這個名字裡面 其實是叫Business Skill Visa 換句話說就是你有商業技能的簽證類別 那當然商業技能通常來講的話 一般來說就要看你的商業背景啦 那當然也有不需要看商業背景的 或者是你個人可以透過你自己其他的方式去累積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可以再探討這個細節 那重點就在這個 到底要花多少錢 很多都問我這個問題 我個人覺得就是說 你至少要準備澳幣50萬的這一個準備 那當然是從哪一個簽證類別切進去呢 我們一一來看 那當然你會了解完了以後 你會知道說你自己的背景的話 從哪一個部分往前走會比較好 OK 那我們現在進入到移民局的網站 一一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那現在這個是移民局的網站 我們第一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subclass188 就是很多人在問的188簽證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寫是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Provisional Visa 所以通常188的申請呢 它不是直接給你PR的 它是先給你一個TR臨時簽 然後來澳洲以後呢 再做進行下一步的投資 那我們如何達到188的簽證呢 基本上它有幾種方式 第一個叫Business Innovation Stream 它基本上就是透過評分的方式 要達到65分 所以你如果對這個評分表有什麼興趣想了解的話 我們之前有做過這個視頻可以找得到 當然啦 你如果想要了解更深的話 可以直接留言給我 可以把這個評分表可以直接發給您 那這個部分評分表跟Invest Stream 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一個是說你的商業技能 就是如果你在國內或者在澳洲 不管在哪個地方呢 它這邊有寫Existing Business Existing Business New Existing Business OK 就是說你不管是做什麼小生意這種的 你至少營業額 年營業額要破澳幣50萬以上 所以這些生意來說可以是任何一種生意 你只要不是違法的還有 當然就是說你這些生意能夠證明這個生意的話 所有的報稅資料都要達到標準 然後交稅紀錄也一定要 都要有 OK 那當然在 Investor 和 Business Innovation Stream 裡面呢 它有一門在算分數的就是 除了你的年齡 語言 語言好像只要雅15分就可以加分了 還有學歷如果學士的話 還會加點分數 那還有一項就是資產的部分 資產包含個人資產 個人資產包含了股票 房地產等等的資產 當然還有黃金啊 這也可以算得進去 那這些只要能夠加上去分數 一般來說如果你在 國內台灣香港大陸哪裡 你做生意有超過三五年以上的人呢 我能想除非你沒有正規的把你的 生意的這個數字呢 還有營業額呢 報上去交稅 這是另外的 那如果這種情況 當然我們也有方式可以協助 你看我們之後怎麼來操作 是否把賬給下一步把它做好來以外 那當然都可以達到這兩種 Business Innovation 或是Investor Stream 那接下來我們看的是 Significant Investor Stream 這個就是傳統大家所說的 500萬投資移民的部分 在500萬投資移民呢 他基本上他不會再去問你的商業背景 就是你以前做過什麼生意 他不會 他唯一純粹要問的就是說 好你的這500萬你要投到澳洲來 這500萬是合法取得的 什麼叫合法取得 就是他們所謂的Source of Fund Criteria 合法取得有基本方式 第一呢 贈予的 那我所知道在台灣會有贈予稅 是否這個贈予稅有交過 OK 那如果不是在台灣 你是在香港或大陸的話 或者澳洲就沒有贈予稅了 OK 所以這個錢只要 但是他們還是會問 如果是爸爸或是爺爺或奶奶 或是姑姑或阿姨給你的 那這些人他這些錢是怎麼來的 OK 他不能隨隨便便去外面 地下錢裝 借了一大筆錢就給你 這樣是不行 他還會再繼續問說 請問給你錢的這個人 他的錢之前怎麼來的 那什麼時候給你的 這些細節都必須要了解 當然很多人有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情況 你都可以 我都歡迎大家留言給我們 直接可以私聊聯絡 我可以協助幫到你的都可以做 那500萬投資移民呢 通常就是他唯一的好處 他沒有移民間 跟前面的這個 Invest Innovation 還有這個 Invest Visa Stream 的差異是 前面兩者 他至少他的移民間 就要求你 批了以後 一定過要過來澳洲 住滿一半以上的時間 那他才會再可以轉向下一步的這個PR 那相對為什麼是這樣做呢 因為澳洲的稅務法和公司法 只要你在澳洲住滿超過183天 你就會成為澳洲的稅務居民 那相對的 那澳洲要 他吸引移民 他國家要賺錢 當然他希望你變成他的稅務居民 你變成他的稅務居民 你就必須要得交他的稅了 OK 那這個500萬的話呢 你的平均每一年只需要住滿40天 相對就是說 寒暑假的時候過來就OK了 OK 那好處是什麼呢 好處就是說 你不需要達到他稅務居民的標準 那當然4年後你可以轉成PR OK 那這些188類別的簽證 只要在申請批下來的時候呢 這個孩子的年齡沒有超過13歲都會跟著你 跟著以後如果以後要轉PR的時候 超過23歲了 就算到27、8歲 他都還是可以跟你轉成PR 那這個Business Innovation Extension就是說 如果你在前面的第一次的這個批准188的時候 還沒有辦法達到標準 他還能Allow你再繼續延一次的 Extension 那基本上有些客戶會需要這個部分 那當然有些需要也可以來聯繫我們 OK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Premium Investor Stream 他跟剛剛我們講的500萬簽證是非常雷同 之前的500萬簽證是 你基本上你要放到基金裡面要放4年 然後才能轉PR 那Premium Investor Visa 他就不只500萬了 他需要1500萬澳元的投資金額 那這1500萬的投資金額的話 相對的那個投資的要求 requirement 就少很多沒有任何的太多的 requirement OK 那這個當然你要了解細節 我之前有做一個視頻也可以到我們的這個頻道裡面 YouTube頻道裡面去看 那Premium Investor Stream的話 基本上放一年你就可以轉PR了 OK 那他的好處就是再更快 OK 那你居住的時間也是跟之前500萬那個一樣 就是只要一年只要40天就OK了 那最後一項是Entrepreneur Stream 這個之前沒有太多人去申請 但是我覺得之後應該會越來越多 怎麼說呢 他是想要吸引一些有創新想要創業的年輕人 他唯一跟 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至少雅思要4個6啦 那相對來說通常都是已經在國外留學或在澳洲留學過 那你可能有一些idea 那這些idea或生意的部分你已經創了以後呢 你必須把這生意呢 再把它放到這個VCE風險 澳洲認可的風險投資平台裡面 然後這個平台裡面能夠吸引到投資而累積到20萬元澳幣 OK 那你基本上他就會再給你4年的時間 4年的時間裡面你要繼續的去run你的生意 你只要你的生意是沒有問題是成功的一直在一直有在增長的 那你4年以後也是可以轉成這個澳洲的PR OK 這是188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我們要看的就是E3 E3叫Business Talent 就是商業奇才 他直接申請的話 就直接拿到PR 所以你會看到這邊寫一個很大的Permanent Visa 那他這邊有兩種的差異 一個是Significant Business History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至少你要Demonstrate在申請的時間點的前4年當中有兩年 這兩年的這個生意的這個營業額產量呢 是有達到澳幣超過300萬元以上 除此之外你在這個公司裡面的持股範圍至少要30% 然後最後你的持股在這個公司裡面的資產至少要超過澳幣40萬元以上 OK 那你只要達到這幾個標準呢 你就達到了這個Significant Business History Stream 那你只要申請的話 相對的你就可以直接拿到PR 拿到PR的時候他會有要求每個週不太一樣 那基本上最低標準就是在拿到PR以後要再繼續投資在澳洲至少150萬澳幣 OK所以這次當然是超過我剛剛所說的50萬了 那當然這一個部分是比之前的E32還要再高階一點 OK 那下一個部分是E32的Venture Capital Entrepreneurial Stream OK 這個部分的話就要透過VC直接是風頭 像剛剛講的E88的Entrepreneur Stream 有點雷同 但是它的要求相對比較高 但它沒有語言的要求 但是你的項目你的創業的項目呢 至少要能夠吸引投資超過100萬以上 那基本上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都建議至少一定超過100 一定是150在之上啦 沒有剛剛好100的 那只要能累積到這個部分的話 相對的澳洲移民局也直接可以把PR批給你 OK 那這個唯一困難度就是說 你的項目是否能達到澳洲認可的風險投資基金公司 願意把你的項目掛進去 因為這講難聽的就是在上市之前的前一端了 OK 如果你如果看整個他們金融投資的模板來看的話 第一個就是前面的這個草創期 中間就是VC的部分 後面就是這個pre-IPO 在IPO上去就直接是上市的部分了 所以我們在中間的部分 你的項目一定要達到這個標準 那當然如果您在香港和台灣 你有很多的創新的idea 或是創新的這些產業 或是你擁有一些特別的這個 這個專利的話呢 也許這個會是非常適合你的移民模式喔 OK 那今天基本上 我把所有的投資移民的這個 能夠做的Stream 很簡短的在這一個Video裡面跟大家介紹 當然你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你留言給我們 那最後呢 如果你喜歡我們頻道 記得到我們的臉書Facebook上面去幫我們按讚 或者是在我們的YouTube平台上面 按下訂閱 及旁邊的小鈴鐺 所以我們有任何時間 有一些新的消息 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信心 那今天的Video就到此為止 謝謝 拜拜